从那个骨髓去做那个基因 就是确认说 我是身体里面 我有触碎症这个基因在 经常会在路边就是你引导了 我是人家叫我醒我也醒不来 38岁的蔡寒珍 患有罕见的先天性触碎症 发作时连疼痛测试都无效 有时候医生他就觉得说很奇怪 他会认为说 你是不是因为压力太大了 你不想要去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你不想醒过来 其实不是 是我没办法醒过来 触碎症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脑部的疾病 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就容易发生 控制不住了就会睡着了 其实不会影响到生命 但是会对生活产生一些困扰 单亲得要抚养两个孩子 触碎症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他创业卤豆干茶叶蛋 上网贩售努力克服困境 看他们很懂事 我就觉得再辛苦也就值得 弟弟他这部分还不错 因为他很会卖东西 我们可能装着一袋一袋的 然后他就自己出去推销了 为母则强 单亲妈妈蔡寒珍 为守护家庭 学会和促税症相处 现在更要用一道道拿手卤味 卤出人生好滋味 当然新闻续成林道明 张桂段林新红综合报导